公平桌上兩尊神像一前一後 乍看之下外觀神似 但一尊是掌管擇日相命的守護神鬼谷子 一尊則是呂洞兵 十一號下午宜蘭城隍廟 原先供奉的鬼谷子神像 竟不翼而非 被吊包換成了一尊呂洞兵 廟房趕緊報警 不過隔天一早開門 發現神像被人放置門口 但外觀卻遭到醫美整形 原先的神像顏色偏深 但歸還後顏色明亮 除了膚色不同 就連眼睛和鞋底 都與原先有著差異 警方調閱監視器循現追查 十二號中午找到作案嫌犯 他回答是受到生命指示 黃信嫌犯表示神像真理好後 就會歸還廟方 因此採用家中的呂洞兵暫時替代 儘管利益良善 但神明哪能隨意掉包帶回家 慶眾們急了一晚 看見神尊被還回來 大家總算安心 最後警方也依竊到罪 將婦人移送罰辦 三線新聞黃國瑞 江俊瑋宜 宜蘭報導